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星是一个话题人物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毒蛇性格 更因他的身份故事 他是一个变性人 金星1976年出生于辽宁省 金星是舞蹈家 著名主持人 现如今 金星在舞蹈界更是人人皆知 金星是在他28岁的时候 做的变性手术 变成了他 金星曾经在某档节目中表示 他自己在16岁那年 就做好了当女人的心理准备 在金星做了变性手术后 于2005年与德国人汉斯相识 并且坠入爱河 生活中 他在28岁那年开始 人生逐渐扮演不同的角色 这些角色有女儿 恋人 母亲 妻子 吉尼 可能你不认识 但是他在设计师行业 非常的有名 在国际上都有很高的知名度 他在世界设计界 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他在娱乐圈 为许许多多的国际巨星 做过造型与服装设计 他做变性的原因 他自己解释为 想为 生活找点刺激 陈莉莉 这是一位人造美女 可是在变性之前 他只是一个来自四川的穷小伙子 2003年 他做了变性手术 他在北京电影学院求学 后来毕业后 正式地走上了演艺圈 代表作游隐私 历经 中国台湾主持人 她的主持风格很新辣 再加上她独特的身份 变性人 在圈内很受人们关注 她是在自己19岁的时候 做的变性手术 从此成为了一个女人 泰国变性美女PuY 她有个非常可爱的中国名字 叫做宝儿 被泰国娱乐圈称之为泰国最美变性人 在张家辉出演的动作电影《扫读》 她也参加到了这个电影剧组 表演横散 进而被观众说之 后来还出演了《澳门风云2》 泰国变性美女Rose 说起这个变性明星 你一定知道 你一定看过泰国吧 电影中电梯里的那个美女 就是她扮演的 虽然只有短短数秒 一句台词电梯里有俩耳闭 此后 她变火了 她是泰国时大人鸟皇后之一 现在已经签约中国演艺公司郭富城方圆申请结婚通知书曝光 最迟6月初完成手续 据香港媒体《苹果日报》3月27日报道 51岁天王郭富城 城城 和29岁内地网红方圆 某克尔 于3月4日以秘密 在香港申请注册结婚 最快3个月内完成手续 最迟6月初就有消息了 并拍下了两人申请结婚的通知书 结婚通知书上显示 某克尔报称未婚 职业是 fashion designer 时装设计师 二人报称 同驻跑马的大坑到寓所 早前有消息指某克尔已怀孕 如属时 郭富城这次真是双喜临门 可喜可贺 日前有位内地网友爆料下个月 会来香港和城城与某克尔的喜酒 而香港媒体之前问过城城经理人小美 经理人称郭富城今年计划结婚 城城曾表示 结婚是人生另一业 希望得到大家的祝福 拒之城城想结婚的主要原因 是母群年纪大 希望城城早点娶媳妇 想抱金孙 有人推测她的婚礼应该低调进行 一切从简 刘德华将取消年底演唱会 估计损失超2000万网 亿娱乐3月28日报道 据香港媒体报道 一人刘德华在今年1月17日在泰国拍摄广告时遇上意外 在马背上摔到地上 导致疼骨 脊椎骨多处骨裂 出事后成医疗专机 返岛入院接受治疗 住院51日 于3月初终于获准出院回家休养 原定今年内的工作排满来的刘德华 既要拍电影 又计划在2017年年底举行跨年演唱会 今天其经理人公司发出声明 本公司一人刘德华 于2017年1月17日工作受伤 目前进入复健阶段 依据医疗团队的建议 为了让刘德华先生有完整 最扎实的复健过程 还没有来一年是非常重要的阶段 所以公司决定取消原定在2017年底 香港演唱会的计划 声明一套路至于还没有来工作项目计划 将一副健康副进度 及医生指示在座安排 华仔这次的意外摔伤 不包括电影 广告协商演等收入 指示演 唱会收入保守估计损失超过2000万港元 约人民币1768万郭富城方元 申请结婚通知书曝光 最迟6月初完成手续 据香港媒体《苹果日报》3月27日报道 51岁天王郭富城 成城和29岁内地网红方元 Moker于3月4日一秘密 在香港申请注册结婚 最快三个月内完成手续 最迟6月初就有消息了 并拍下了两人申请结婚的通知书 结婚通知书上显示 Moker报称未婚 职业是Dashin Designer 时装设计师 二人报称 同住跑马的大坑道寓所 早前有消息指Moker已怀孕 如属时 郭富城这次真是双喜临门 可喜可贺 日前有位内地网友爆料下个月 会来香港喝成城与Moker的喜酒 而香港媒体之前问过成城经理人小美 经理人称郭富城今年计划结婚 成城曾表示 结婚是人生另一业 希望得到大家的祝福 拒之 是城城想结婚的主要原因 是母亲年纪大 希望城城早点娶媳妇 想抱金孙 有人推测她的婚礼应该 低调进行 一切从简 他也认为是城市 你参与了 是城市 在城市 青山 有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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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有衣 有衣